让一笔财尽在运通 欢迎收看古起来点名 那今天又是周末 今天开盘出现重座 那昨天台积电华说会 那事实上在昨天尾盘 叶盘台子是往上走的 因为台积电华说会 里面的内容还不错 我们等一下跟大家谈 那今天大盘开低180点 最大的原因是美国十类型公债 又来到5%的利率 出现一个比较高的位置 那所以大盘开低 但是开低以后 只有小跌12点 那照道理跌了180点 外资应该卖很多 其实没有 外资只有卖72亿 那这地方要怎么看 那标题写什么 我说大盘在这三个月 已经第七次测试这个支撑 那这个地方我们用图来看就最清楚 这是16300 这是16200 8月中错的时候 这里测试三次 守住了嘛 中秋之前 跟国庆日之前 卖压会比较重一点 因为长价嘛 16300 跌破 但是16200 守住 这里有三次 三次 那今天呢 再一次 总共七次 有没有守住 我们把他拉近 有没有守住 这么长的下影线 那我要跟大家谈什么 重点还是在选股嘛 大盘这三个月 都是整理盘嘛 那上面的压力在哪里 16800 16900 那支撑在哪里 16200 16300 前几天大盘中错的时候 我说怎么样 我说跌得好 跌的时候 你就可以去注意到 哪些股票 他跌不下去 哪些股票 在阻底 那今天大盘呢 再度测试一次 对不对 事实上这三个月呢 我们很多股票呢 他已经怎么样 领先大盘 创新高了嘛 一档一档往上走 像大盘七月的高点在这里 八月九月十月 对不对 我们讲天狱 大盘七月的高点在这里 所以我说重点在选股嘛 还有法人的筹码 对不对 这样多少 这样就适成了 今天也没有跌嘛 包括什么 包括同样驱动IC的 敦泰 包括亚特科 都市创新高 包括森达科 包括地宝 那这些都有一个什么样的特色 足底向上 足底向上对不对 所以这些股票呢 低买都上去 你就受教嘛 操作没有那么难 而是你把大盘方向抓稳了 一档一档去操作 那尤其是记忆体的部分 记忆体是景气循环股 从八月到现在呢 很多股票一涨 都是四成 那最近都有拉回的机会 那只要拉回的时候 你逢低去买进 它又上去了 但是大盘你要了解嘛 你不能大盘每次了 栽下来 你就开始看空 就开始不敢买 这里往下一跌 抗空老师喊得多大声 这里一跌 破底 中秋前对不对 国庆日之前 是不是又上去了 那现在呢 美国十年齐功在 还是上去了嘛 重点是参考 那接下来我们跟大家谈一下 手中的一些股票 那昨天跟大家谈到的威胜 今天拉回 那包括什么 那威刚今天往上走 优创新高 这就足底向上嘛 你要找这种足底向上的股票 其实都有机会 这中秋之前 这国庆日之前 你如果大半了在 支撑区 对不对 支撑区很明显 轻轻松松的 上去嘛 这超过两成啊 那这里布局的话呢 超过四成啊 是一个标准的底部形态 那类似这样的股票 一档一档做嘛 包括群联 涨过以后都会整理 整理再往上走 但是就是没有往下 破对嘛 那这种股票 我跟大家谈的是 操作上 就是逢低买 拉回买 足底的股票 我们再举一个例子 你像金豪科 这记忆体的股票 我这一段都讲 记忆体的股票 刚群联威刚略略 你像金豪科 涨上去就不要追嘛 但是拉回 这个地方是不是支撑 刚好来到这里嘛 那你就不要追 他有点耐心的 等他拉回 拉回到支撑区 低买 他就拉上去 不用追嘛 这个地方也是 一个支撑区低买 轻松嘛 那这里低买呢 那我认为呢 不太会破底 那类似这样的操作呢 群联威刚 我们再看一下呢 雨瞻也是 雨瞻刚好拉回支撑区 都是底部形态对不对 他是有来到支撑区 那这里呢 是一个还不错的买点 今天收黑 那十全呢 都是足底向上的嘛 这个族群 叫景气循环谷 三到五年足底一次 那目前呢 刚从谷底上扬 所以你如果对大盘有疑虑 那对这个族群呢 你可以比较放心一点 但是还是建议啦 不要去做追加的动作 那这些族群呢 慢慢的去买 像你第一买 金豪科今天就上去了嘛 再给大家看一下 像南雅科 南雅科这里不错哦 底部嘛 是底部 那这里刚好压力区往下嘛 那这里是支撑区啊 这里应该是不错的买点嘛 那前一天跟大家谈到 滑芳店 我说这里不是重挫 这里是什么 因为它限制22块 投资人28 29卖掉 拿22块去缴钱 6000块放在口袋 因为是限增嘛 那代表什么 代表22块不会跌破嘛 是限增的价位 那所以呢跌得越深 你逢低嘛 其实昨天跟今天 风险并不大嘛 这里是支撑啊 那我用这个例子跟大家谈 重点在选股 那当然记忆体都是主体向上的嘛 记忆体都主体向上的 那有一些股票呢 它是盘头向下的 那哪些是盘头向下的股票 你要去避开 我们下一段跟大家做说明 休息一下 想了解最新台股走势 股市名师 现阶段手中的标股 您想知道的一切 都在股动乾坤 成果部吴老师 欢迎十月庆典 特别推出短期体验大优惠 特别推出短期体验大优惠 机会难得 尽情把握 稍微参线 022-2752-5868 2752-5868 法人顾问吴老师 专攻法人超盘习性 拥有三十年股市实战经验 经济短线与颇短操作 素有法人顾问支撑 茫茫古海 让专业诚信的 法人顾问吴老师 带您找日迈向财富之路 政府开线 022-2752-5868 2752-5868 成果部吴老师 欢迎十月庆典 特别推出短期体验大优惠 特别推出短期体验大优惠 机会难得 尽情把握 查射线 022-2752-5868 2752-5868 欢迎回到现场 那昨天跟大家谈到的威胜 今天拉回 那我说它支撑在哪里 120到110 再整理 看看天线 这里出现 三个底对不对 120在这里 110在这里 那这个支撑区 弘低 可以去布局 那有些人 那有些人在这里涨到两支涨停 去追 卡在这里 那所以120以上可能还需要整理 但这些股票 第一买就没有问题 那包括亚信 亚信都是涨涨跌跌 给大家看一下 这是一个标准的什么 底部架构 涨去掉 但是这里还是一个底部区 这有点像当初的 申达克一样 跟当初的亚德克一样 只要你不往上追 你弘低买 足底的成长股 那基本上 这个地方操作上 不会太难 但是不要乱去追价 那接下来 我们花点时间跟大家谈 昨天 谈到了 那我说AI的股票里面 你要注意融资筹码的变化 那今天花点时间跟大家谈 今天技嘉往上走 那手中有的 恭喜你 广达开低走高略略 齐鸿大涨 伟创也往上走 那这几档呢 简单讲要怎么讲 我们第一档先讲技嘉 因为技嘉我们之前 8月曾操作过一趟 这一趟赚40块 卖掉 那用这一档来讲 跟大家谈什么 之前在这个地方 破队 我说缓弹 300块 你要卖记不记得 这高位队嘛 我说这里会是一个压力区 我们做短 做这一段对不对 那这里两个头 它是来到300往下掉 那现在剩多少 21嘛 但如果你先卖的话 你就少赔了 大概60块嘛 那目前这些股票呢 我们第一段跟大家谈了 很多创新高的股票 都是怎么样 阻底向上的股票 那大盘在盘整 当然有一些是阻底向上创新高 那我已经做了好几轮了 那当然有一些股票一定是破底 那所以大盘不得在整理嘛 那什么股票在破底 再盘整 这个就是 有点盘头嘛 对不对 跟足底刚好倒反 那景线在这里 又有点盘头嘛 那今天涨 我说恭喜啦 那这条你要看什么 融资的最高点在这里 代表散户的成本 集中在 三百块这里嘛 那这两三百块下来 融资在这里啊 那这么多融资 集中在这里成本 那这一段时间呢 它往下掉 法人是站在卖方啊 法人是站在卖方 那如果法人站在卖方 散户站在买方 那这个盘 这档股票 筹码就比较乱嘛 那我是关心你手中的持股 那今天涨呢 恭喜你 那往上涨 多少 多少要慢一点 换股操作 可能会比较理想一点 那尤其是三百块 这地方不太容易越过 那同时我要说明 AI的股票中长线 是偏多 这没有改变 那目前今天我讲的是筹码的问题 那接下来我们简单的讲 广达也是嘛 广达融资最高在哪里 在这一个地方 那这里往上涨 股价往上涨 这样是对的哦 融资增加股价涨没有问题啊 但是这里 股价跌 融资走平 法人在卖 这个地方筹码就有点怪怪的 有点怪怪的哦 而且这里有一点点破底 那所以这档股票今天涨 恭喜 这个地方会有压力 这个地方也会有压力 那往上呢 我是希望你稍微的 注意一下筹码 够减买嘛 不过你也先买一半 那这种股票呢 会一直残到筹码稳定 那齐鸿也是一样 融资最高点在这里 可是大盘的高点在这里 代表什么 法人在卖 融资追 但没有创新高 这代表筹码已经乱掉了 上面这里都是压力 伪创也是一样 110 120这里会有压力 那花这些时间 是想告诉大家 你手中拥有这些股票的 你应该怎么操作 那基本上呢 我在这个地方我不做空 我做多 但是这些股票买点都还没出现 那我只是提醒你 就跟当初我提醒你什么 我们讲长龙行 我提醒你大量出现不涨 要卖 对不对 结果呢 是回到原点 那你与其在这边卡卡卡卡了 好几个月 你大不如在这里 卖掉 换股操作嘛 会卖才是学问啊 你要看到大量 华航也是一样嘛 是不是又回到原点 那回到原点以后 不要说套在这里 你套在这里 它会马上上去吗 基本上不会啦 它就在这边 在这边 你资金就卡在这里 可能卡到半年一年 那负责航空股啊 旅行社也一样嘛 当初在这个地方出现大量KK线 获利两倍出场了 我说要卖 结果呢 听不进去嘛 它为什么没有回到原点 因为它基本面还不错 但是筹码乱了 也不容易涨 那基本面比这叉了一辉王呢 它就回到原点嘛 我们再看一下旺海 同样的问题啊 在七月初这里除息除全的时候 我说这大量你还要买 你没买钱又卡在这里 又下来了嘛 都是同样的问题 阳明也是嘛 阳明很不容易除息之前 这里有两支涨停啊 出现大量 那接下来呢 大量不涨 你就要换股啦 那这种短期内不会涨 但是你资金全部卡在这里嘛 那从阳明 从旅行社 从航空股 过去的经验 那我现在跟大家谈到 广达 技嘉 伟创 那这些股票 你应该怎么操作 我再讲一遍 我目前没有做空 我找足底的股票 低买做多 但是盘头的股票呢 你要去注意 那什么叫盘头 这是有点盘头嘛 这是有点盘头 那我是买足底的股票嘛 那盘头的股票呢 相反的 足底的股票要逢低买 盘头股票你要反弹卖 那资金做最有效的运用 我们休息一下 想了解最新台股走势 股市民师 现阶段手中的标股 您想知道的一切 都在股动乾坤 成果部吴老师 欢迎十月庆典 特别推出短期体验大优惠 特别推出短期体验大优惠 机会难得 尽情把握 超线 明月2752-5868 2752-5868 法人顾问吴老师 专攻法人超盘习信 拥有三十年股市实战经验 兼具短线与颇短操作 素有法人顾问之称 茫茫古海让专业诚信的 法人顾问吴老师 带您找日迈向财富之路 这期再见 02-2752-5868 2752-5868 欢迎回到现场 台积电在昨天法售会 事实上是利多的 畅换到2024到明年 明年会有比较健康的成长动能 我想台积电的法售会 基本上都不说谎 讲得都很确实 第四季又是电子股的旺季 明年又有健康的成长动能 所以主流在哪里 在电子股 一档一档去布局 那哪些出现一个主体向上的业绩 像智慧型手机个人电脑 需求逐渐稳定了 一档一档做 重点是第四季 它是旺季 那这样子来讲 这个地方就符合我预期的 大盘七次都没有跌破支撑 一万六千升到一万六千二对不对 那当然往上也会有压力 但重点是很多股票早就领先大盘 创新高了嘛 那我也做了好几轮了 那这个地方是 第一个你怎么样去换股 那第二个你怎么样去低买 那你像AI的股票呢 之前操作这一段 那我说三百块你要卖 对对 你没买它就知道了 那你不卖法人再卖 这些股票不一定会天天讲 说这个过来晚 跟我没有关系 我只是关心你手中的持股 那今天技嘉涨恭喜你 那另外这种股票 我就会常讲 记忆体景气循环股 从八月讲到现在 不断的不断的创新高 不断不断的 这些都足底向上的 跟刚刚讲的盘头向下的不一样 这些足底向上的 刚好是逢低买 那盘头向下的呢 逢高卖掉嘛 不一定要做空 你手中我持股卖掉 换股操作 那AI的股票 筹码安定了以后 我会进场 那我很了解法人 那你看法人最近在卖 什么时候买 我会很清楚 那上市贵公司 一千多档呢 景气循环 产业结构 上中下游 营收易别都不一样 所以不会起涨起跌 那大盘跌到 一万六千三的时候呢 哪些股票可以低买 赚在当下嘛 那我说我赚好几轮了 你像大盘 在九月底 十月初 这里相当关键嘛 九月底十月底 中秋之前 你像这些股票 都是很轻松 可以赚钱的 可以不用追价的 一档一档去操作 那现阶段来讲呢 那今天威刚又涨 中秋之前 国庆之前 对不对 那往前呢 七月底 景气循环股 这里底部出现了嘛 那这种股票呢 我就会一再一再地提醒你 但是你要听得进去 你如果一直担心 中秋假期会有卖压 你就赚不到这一段嘛 这特别会人的持股啊 可以轻轻松松的 那你看大盘最近震荡那么厉害 他一样是往上走嘛 这个叫锁嘛 那群联也是一样啊 创新高了嘛 金豪科 记忆体 今天往上走啊 滴满没有问题嘛 雨瞻 石拳对对 南亚科 那类似这样的操作呢 一档一档做 那今天亚信拉回 他也是一个底部架构嘛 逢滴满没有问题 就跟当初这里买进 这里买进 这里买进一样嘛 事成是怎么赚的 就是找足底向上的股票 逢滴买嘛 到现在也没有跌啊 机会是一直都在 但是你大盘 你不要胡斗胡空 重点在选股 这个优惠呢 即将结案 自己要把握 谢谢大家 本图公司与所规见分析之客 也有大正确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神圣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人生动不动都在竞争 动不动就爱水烦牛 成果部吴老师 欢迎十月庆典 特别推出短期体验大优惠 特别推出短期体验大优惠 机会难得 尽情把握 查尔专线 022-2752-5868 2752-5868 法人顾问吴老师 将功法人超盘习信 拥有三十年股市实战经验 坚具短线与颇短短操作 最有法人顾问之称 茫茫古海 让专业诚信的法人顾问吴老师 带您找日迈向财富之路 这部单线 022-2752-5868 2752-5868 想了解最新台股走势 股市民师 现阶段手中的标股 您想知道的一切 都在股东乾坤 咱叫咱用�tip 哲学传播滚 咲咧 咲咧 咲咲咧 标明 咲咲咧 咲咲咧 咲咲咲咽咨咳咲咲咨咩 咲咄咕咚咧咄咄咱咼� neurons